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Sports Network 我是郭子龙 SN踏入九月 一切由新一季港甲开始 香港甲组足球联赛踏入第100届 是充满朝气、改变和正能量的一届 被誉为近年差距最接近的一届港甲 揭幕战由慧免的杰志对神戏 两队如何面对新格局 何用生了解过 杰志要学巴赛继续做香港最强 争取慧免联赛 延续压迫性踢法 进攻就靠短传深入 正当队长的香港足球先生 奴彼道是攻击核心 第二队长朱兆基说 杰志第三年用巴赛踢法开始成熟 基本香港球员的脚下功夫 或者是地球是会对本身有利一点 因为普遍香港球员 特性是比较喜欢技术型 刚刚就配合到西班牙教练的巴赛式踢法 我觉得本身不是说踢高桥大棍 可能比较容易适应 澳洲重建米高是杰志新人类 拍着罗沙道组成双轨防线 踢杂的卢均仪说 口房默契不错算是稳辰 杰志总领队五件就表明 今季目标是保住亚洲足协杯的入场圈 我们不能在上半季失得太多分 因为下半季我们有阿协 所以我们始终是一开始的联赛 我们要尽量赢 加上在银牌要有好的表现 这样才可以保证我们下半季 可以分心去打阿协的时候都会有好成绩 上季联赛四哥陈禧 今季加强兵力 射手卡尔仰敬双 幸运踢过澳洲青年队的米露云努域顶着 空天老观赤赤就由飞马过来帮手 配合中心耿耿的高尼路 穩住中后防 中环球坛九年的黄振宇就说 希望起到二路大新的作用 在练球的态度方面 每天来你应该要做些什么 或者你收招之后自己可以加强些什么 香港练球的时间不会太长 你自己应该要加一些辅功去帮自己 会长周文亮说 今季希望可以踢出神兮风格 跟杰志一样都是想踢瓦歇杯 我们希望踢进攻的足球 因为观众来说一定是喜欢踢入球 踢球没理由看 场上都满无人 所以我们队球这么多年 没有计较到赢输 尽量去进攻 新一季港甲第一轮的五场球 除了杰志对神兮有看头 其实另外四场都有他们的话题 9月10号深水埗主场挑战公民 要看新兽有什么惊喜 同日压续的擂台等南华 就要在屯门身上拿头彩 而到了911 港青就作客大捕 这样的水口 就去过来 我说 你误会